你好 歡迎收看7月16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魯惟 為了迎接2024花蓮自行車道推廣活動 現場徐正衛特別代理相關局處首長騎著單車 以最貼近在地方式沿著兩潭自行車道 仔細評估周邊環境設施設備改善事宜 希望可以全面提升用路品質 為車友們的用路安全來嚴格把關 兩潭自行車道串聯七星潭與鯉魚潭 是貫穿花蓮地區自行車步道主要路線 全長35.5公里 單程約3.5小時 沿途除了有豐富的花蓮西河口生態 還能享受山林曠野的敬意 為了迎接2024花蓮自行車道推廣活動 縣長徐正衛15號下午也特別帶領相關單位 局處首長騎上單車 以最貼近在地的方式 沿兩潭自行車道仔細評估周邊環境設施設備改善事宜 希望能全面提升用路品質 為車友們的安全嚴格把關 兩潭的自行車道跨越了新城花蓮市吉安壽峰 那也沿著我們的這個整個太平洋的海岸線 一直到我們的縱谷縣鯉魚潭 其實它的夜管的單位相當的多 那如何讓我們所有夜管單位 能夠一起將我們的這個自行車的友善 還有怎麼樣的指示標籤能夠連結 讓大家都能夠安全地在這裡騎乘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騎乘的最大的目的 目前這個華蓮港區正在興建一個工程 所以可能大家在繞行到外面的193的時候 2024華蓮自行車道推廣活動 精選12條魅力自行車道 南瓜華蓮縱谷及海線美景 從7月15號開始至11月30號 民眾只要手持字卡與自行車 在指定拍照點合照並上傳活動網站 就能獲得一次抽獎機會 在每個月5號將進行線上抽獎 大獎豪力包括捷安特自行車 電斧自行車 運動相機及在地自行車油程等等 越早完成中獎機率越高 記者 徐立芹 華蓮世報導